原标题 都有例外 幻官把持朝政的事件也并不少见 但是你能想象 整个王朝里的官员 都是一些被禁过身的太监吗 古代十国里的南汉政权 可谓是我国封建社会中 最最奇葩的一个王朝 南汉 辖近47州 位于现今天广东 广西两省 及越南北部 面积约40多万平方公里 刘于917年在藩于称帝 国号大约 四年改国号为汉 史称南汉 虽然刘建立了南汉 但是他的继任者们 各个娇奢阴役 抱又无道 这也是为什么南汉在50多年的时间里 更换了四个皇帝的重要原因 但这还不算什么新鲜事 毕竟暴君在很多个朝代 都会偶尔碰上那么一两个 要说南汉王朝最奇葩的事情就是在南汉的 官这里有一项非常特殊 且多少有些令人难以启齿的规定 但凡每一个在科举上取得重要名次的录取者 如果你想要进入官场 那么首要朝建就是要先进身 登龙门便意味着进阎门 大到宰相上书 小到先令不快 只要你成为南汉王朝里 一名领取奉录的官员 那你就必须要先阎阁 变成太监 无疑可以幸免 所以现在很多史学家们 也将南汉王朝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太监王朝 按道理来说 只有经常在宫里走动 频繁接触嫔妃的男人 才有净身的必要 将百官阉割成太监又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南汉皇帝看来 如果官员们有家有事 有妻儿老小 那么自然不可能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对皇帝进宗上 所以干脆就将官员全部阉割掉 到南汉最有一位皇帝流畅继位时 更是荒诞到了极点 十六岁等流畅 全盘接受了先辈们的残暴 娇涉 淫义的传统 把个秀丽的 岭南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开保三年九百七十年 宋太祖先立后兵 劝祥流畅 南汉竹狗眼看人低 不紧不降 反将宋氏攻身一囚禁 宋太祖恼羞成怒 兴兵难伐 南汉朝无汉将 只好派阉人李托统兵 两军交锋 大宋军如虎如羊群 将南汉大军如砍瓜歇菜一般 杀了个屁滚尿流 将南汉宗氏文武上至汉主流畅 下至群臣西数擒拿 压入汴都 后汉主流畅文治武功 一无所长 却有一张善变的侨嘴 当宋太祖当面宣愚责问他时 刘畅此时反倒不慌不忙 向前叩首道 陈年十六县位 功成书 李托等 聚先考旧人 美是统由他做主 臣不得自专 所以 臣在国时 成书等是国主 臣十四臣子一般 还起皇上名茶 好一副甜不知耻的嘴脸 荒淫无道的君王 国破家王 尚不知自责 竟然把所有的责任一无脸 全部推给了臣子 自己倒落了个干干净净 善完全 术的宋太祖 竟然依了流畅的辩解 将功成书 李托等门汉全臣推出五门斩首 却特照射了流畅 还授予他简教太保佑牵牛为大将军 封恩社后 一个荒诞的王朝 就这样覆灭了 一个万恶不赦的末代皇帝 却意外地被授官封侯 安享天年 南汉王朝的毁灭 在天理之中 就像一个烂套的果子 非掉下地来不可 使人不可思议的是 如此腐败的王朝 竟然延续了五十五年之久 像流畅这样无德 无忍 无能的君主 竟然还会有人为之效力 威骂当头 君王只顾自己活命 却反咬一口 将臣子送上断头台 做如此昏迅的垫脚石 又有什么价值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